OK上去了呢 奇怪 怎麼了 又黏答答的 也不能回頭了 等一下 剛剛那房間我沒有檢查 不 不 欸 完了完了完了 我還想了 呀 又見面了 大哥 最近別來無恙 剛才你這樣叫我 到底在搞什麼 我沒有任何兄弟 不可能是你哥哥 嗯 真的忘記了嗎 因為與那時相比 我變得十分多嘴了嗎 從那以來 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喔 那麼這麼做的話 能喚醒你的記憶嗎 拆下面具了嗎 好帥喔 啊 蛤 呢 提爾大哥 你..你是Syra嗎 呵呵 啊 果然 這不是記的相當清楚嗎 說的也是啊 即使是Innos哥的事 你好像也記著呢 你们两个一开始就合伙了吗 嗯 谁知道呢 无论如何都已经跟大哥没关系了吧 背叛者 好像没有反驳的意思啊 妈 无所谓 那边的龙孩子没事吧 看起来相当有效呢 设计太过顺利到我就有点害怕起来了呢 你是说我都没有办法好好控制力量 嗯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有过类似耳鸣般的事情吧 让你的力量不稳定所发出的超音波 虽然谎言泛滥是人类的错 你的目的不是黄金的秘宝吗 那他的能力力量不稳定对你有什么好处 是啊 因为我是怪盗 得必须好好地偷走宝物呢 不过那是冒牌火 没看出来吗 有钱人的 有钱人在这方面如此无能 这次宝物并非主要目的哦 那个时候你问了我 是不是在恨着你呢 T.O.大哥的观察力很好 所以你注意到了对吧 谎言会被谎言附生 说谎会被谎言附生来着 那为什么谎的T.O.大哥没有被附生呢 是在那谎言上又覆盖了谎言 让他变得模糊不清吗 谎言上又有谎言 总之也不过是被糊弄过去而已 哪怕崩坏了也不奇怪 不要紧的因为我会帮你的哟 哇怪盗现在就突然来打大的怪盗了 而且好帅哦 不去力了 打你 MISS 蝴蝶效应 啊 啊 怎么了 帮派老大来到这种小鬼的逗留处有何贵干 哦 小时候的回忆呢 那些家伙偷了枪吗 喂 那种事我不知道 嗯 是不是不是认错人了吗 死定了 到至今为止所偷的也会被发现了 这怎么办 我们会被杀掉吗 不要说那种事啊 可是对方们相当生气哦 他们可是帮派哦 那么我跟他们老大谈谈 所以要他们暂时留在这里 我们不会逃跑 那附近是那边的地盘吧 这附近是那边的地盘吧 没有地方可以逃 是我们的失误 所以我们也 不要过来 在这里等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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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ô 是 认识 這是 你 我 他 译 6 6 动 6 雷 8018 8108 這是反過來的吧 對所以是8018 喔這好恐怖 好像 有一種上吊那種上吊的感覺不知道是什麼 那個 就這樣子照了鏡子 文字會顯示出來 8108 它可以解謎了嗎 有欸 可是是反過來的 所以是8018 打開了 喔靠好恐怖喔 是又瓦顏做的 嚇了我一跳 好大聲 我大聲 我要把人 調 調 調 小聲一點 等一下 成功了 能通過了唷 這個我剛剛是叫過 我又不再叫了 欸 對 對不起 非常對不起 為什麼我第一次出任務會變成這樣 啊 這就是所謂的血汗工廠嗎 等一下我 快死個都流汗了啦 好燙 呃 這裡就是三樓嗎 明明只是上一層樓但 卻相當費工夫呢 嗯 不過 也是因為我們的攻擊對快壯的謊言無效的關係 會是與相同擁有特殊能力的龍之間氣號度不好嗎 嗯 奇怪 是隊長先生你嗎 哎呀 小姐 原來你也在這裡啊 嗯 沒看到你的監護人 他去某個地方了 把你丟下來了嗎 呃 呃 不是的 Sid說讓我 如果再靠近的話會很危險 讓我離他遠一點 大概是這樣所以 不要對Sid生氣 嗯 嗯 Iris 你知道那傢伙現在在哪裡嗎 是的 請上後片刻 可是 你不要緊吧 現在也持續增生黑你一般的謊言 也就是說你現在是持續使用力量的狀態 嗯 有點暈暈的 這樣很危險嗎 龍的體質雖比人類更加強健 但並不代表不會死去 要是被刀無數次刺傷的話總會死的 如果只是將 只是就壽命而言的話 大約是人類的兩倍 可以這麼說 但這件事判 要判定還是不明確 還有一點 將能力大規模釋放出來的時候 那就是將力量使用殆盡的時候了 如果還在年幼間段內的話 能使用的量是被限制住的 因為暴走之類 不甚是解放出超出必要的力量 而上面的龍孩子也是很多的 讓你們久等了 他好像在樓上的通道 不過樓上還有其他生物的反應 說不定是怪到 那個人說他用 超音波 讓我的力量是去控制 超音波 嗯 即使 即使說那個怪到的話 可能有辦法讓你恢復原本的狀態嗎 總而言之 與那個人類見面是首要之事 但是這附近很危險 快撞的謊言還不穩定 而且還到處蠕動著 剛才你們是怎麼來的 不久之前黑妮也不穩定 沒能通過 但突然黑妮停止活動 Brett使用了她的力量通過了 剛才有一個鎖頭形狀的謊言 拆除了那個之後 Iris小姐就出現了 原來如此 如果要解開那個稱之為鎖頭的謊言 說不定這附近的黑妮就會停止行動 那麼如果有什麼我們能做的話 我們會協助你的 至少這裡至少留守兩個人 那麼找一個人跟你過去 如果要更換隊友的話 會代替前一人的位置 我們會在上方觀察狀況 好了 那麼誰是我的隊友呢 沒有呢 鏡 好 所以我可以選一個隊友是不是 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 啊 我選錯人了 我還沒有 喔 巨大寶劍 這就是成就 我沒有存檔 好啦 姑且先 存一下 喔 喔 一起行動 喔 可以交換了 我們先 先去其他房間 看可以過去 喔 看他會不會有不同的解讀 嗯 沒有呢 那我們還可以回去嗎 其實還蠻好 欸他的血他的等級 哇82等 好強喔 好強喔 啊他的裝備呢 大劍 相當巨大 相當沉重 眼袋 從老海之內得到的 因為能看透 所以只是時尚的配件 緊急服 專用服 非常的兼顧城 有點沉重 喔 他們可以穿兩件衣服呢 我們還可以 還有事情要做 好吧 那我們就先帶隊長大人去 嗯 誤畏懼刀刃 這裡的雕像上面 滿滿的 都是滿滿的 嗯 刀刃 所以推他的話 會刺到手 嗯 那麼我來 我代替你來按 抓住拖曳 就行了吧 因為我的痛覺幾乎不存在 不必太過擔心 這裡就拜託 隊長先生帶著我前進吧 好 所以幸好我們第一個選了隊長 他就會 好 我們要按著空白鍵吧 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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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推推推推 推到角落去 好 這邊開始有解謎的了 真不愧是最後一張的 誒 可以樣的嗎 好 這樣子好了 雖然要推到最後面也是可以啦 只是 疲了嗎 噢不能這樣子 等一下音樂這時候突然停了 會很恐怖欸 好 這樣子好了這樣走比較快 那這個也是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這樣子 我們先看這個鎖 有了 已經完全成型 這樣就能吃掉了 欸 欸 可以直接吃喔 不用解謎喔 小姐妳好像長高了一點了 蛤 是這樣嗎 太棒了 身體的成長對龍而言 是力量強大的象徵 最近是不是對謊言的味道 變得更加敏感 許也增加了呢 嗯 這樣喔 最後一天 我也會跟隊長先生一樣高嗎 一旦 與我相同樣升高的話 我想妳也一定會變成 需要俯瞰她的樣子呢 啊 那麼 背背跟抱抱都不行了嗎 是啊 或許要再比她稍微低一點才行呢 隊長先生的媽媽 比隊長還要高嗎 嗯 妳說前隊長嗎 一開始是我比較矮 但時光流逝 我的力量增強後 不知不覺超越了她的身高了唷 隊長先生 永遠不會死的能力呢 是啊 那是為了回應她的願望的能力 養育我的親人 也就是前隊長 她說過希望我能一直陪伴在她的身邊 因為她從事的是 她從事的是 她從事的是與 兇惡的犯罪者之類 之身接觸的工作的關係 當然 選職的同伴也是有的 其他的夥伴都 對她有著尊敬與信賴 但卻不會形成在那之上的關係 她說那道屏障 是在令人感到寂寞 但是前隊長已經不在了對吧 是啊 即使許願者已經離開了人世 好像也不會失去我的力量 因為她在安息之前 將這些緊急托付給我 說不定那句話 女成了新的願望 使我的能力得以持續下去 龍的能力是自人類的願望裡誕生的 Bright先生也是那樣嗎 嗯 因為我沒問過她詳細的情形 所以這些只是我的推測 Bright之前待的地方 主要進行買賣人口等等的犯罪組織 所以我猜她的許願者 肯定是想要拐走人 而不會被發現的能力吧 這樣的願望也能誕生龍喔 是啊 肯定與願望內容不怎麼有關係吧 龍一定會回應強大的願望而誕生吧 真的是祈求了什麼樣的願望而呼喚我呢 看看垃圾桶是什麼 喔 巧克力泡芙 喔 回到了起點了 好所以這一關破了 那我們換下一關 仙劍之名 仙劍 看來需要 仙劍之名喔 了解你們兩個不可以走散喔 請就寶寶 在烏封 我可以帶走 了解